俄羅斯在三號襲擊了烏克蘭中部城鎮 波塔瓦一處軍事教育機構 造成了五十一人死亡 還有兩百七十一個人受傷 當局表示 罹難者當中有士兵 目前救援的行動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而烏克蘭軍隊已經對相關的事件展開調查 中部城市波塔瓦軍事通訊學院 被俄軍以兩枚彈道飛彈擊中 建築物毀壞 並有重大死傷 也是今年俄乌戰爭中傷亡最慘重的一次襲擊 社區媒體貼出現場的慘況 地上幾具遺體 身上布滿灰塵跟碎片 後方是一棟嚴重受損的大型建築 但真實性尚待查核 烏克蘭外交部表示 彈道飛彈發射後幾分鐘內 就能擊中數百公里外的目標 這表示空襲警報才想起沒多久 人們幾乎沒有時間尋找掩體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社群媒體稱呼俄羅斯人渣 誓言要他們為此付出代價 同時呼籲西方提供更多防空系統 並預請盟友允許烏軍用西方提供的長程武器 打往俄國境內 俄羅斯對這起攻擊案沒有評論 俄烏戰爭全面爆發兩年半來 最近俄方對烏克蘭以飛彈和無人機攻擊下手越來越重 上週烏克蘭遭到最猛烈轟炸 目標朝著基輔 接著在週末 烏克蘭向俄羅斯發動超過158架無人機攻擊 炸毀莫斯科附近一座煉油廠 一座發電站 公視新聞黃雲林編譯